欢迎打开若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Nunez 我们的爱情一言难尽 由Derek Doromus 指导 Nikolas Holt Lea Costa 主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导演的成名作 就是在2011年 在日舞影展拿向评审团大奖的爱疯了 Like Crazy 由英言找逝的男星Anton Yersin 和Felicity Jones 主演 他算是一部我个人私藏的最爱电影 我相当的喜欢这部爱情小品 它包含了对感情关系尖锐又细腻的剧情 配上让人感到真实感的尽头 又不缺张力的戏剧节奏 这部我们的爱情一言难尽 同样是爱疯了的编剧和导演组合 在我看来保留了前作所拥有的所有优点 同时又更成熟了 虽然打着加油软体 约炮神器 迁徙世代 开放式关系 这些种种相当新潮流的标签 但讲的还是相当经典的问题 一个人活得好好的 为什么需要另外一个人的相伴 还有两个人该怎么样去建立一个家 当然一对情侣通常是靠着信任 让彼此之间去建立稳定的关系 但信任在新时代的今天 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定义 或者是又应该做一些什么修正呢? 因为在现在 你随时都能在手机上面找到一个人 然后就走进他的家门 跟他发生关系 或者你随时都可以在手机的软体上面 找到一个陌生人 没有负担地跟他倾诉你一天的心情 我们再也没有办法跟寂寞相处了 我们的生活规律被打乱了 在这个生活节奏之下 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迎接新的事物 而这部电影最后 似乎还是回到 在今天这样的情况底下 人跟人的关系 在感情上应该要如何扎根下去呢? 它又不是之前那种 讲炮友关系的爱情喜剧 里面的每一个冲突都是严肃的 导演在这部电影使用的色调 强调了现代人的疏离感 每一个角色似乎都是欲望的动物 来回在水泥丛林之间捕食着 我尤其喜欢这部电影里面 那些另爱时刻的桥段 是相当真实又甜蜜的 但我更喜欢的是 这部电影当中的一些角色 他常常会讲出一些 相当深度的见解 每一段主角跟配角之间的关系 都深深影响着 这两个人之间的发展 对我来说是相当漂亮 精彩又有深度的剧本 Nikolas Holt 是第二次跟这个导演合作了 他高大的身材 一直是这种文艺片当中 相当适当的男主角 不过他的限制就是 一直看起来他都太大男孩了 但在这部电影当中 有更多成熟的一些气息在 尤其是在这部电影当中 一些伤心看着电脑里面的 影片的一些桥段 他用了一种比较沉稳的方式 去表现这些情绪 来自西班牙的女主角 十足的展现了他的魅力和表演能力 他的角色其实不太容易 但是他表演得非常精彩 他不是那种美式带着甜美感的 也不像是英国女演员那些刚硬型的 而是充满着热情 又带着一种中性性质的女性 我们的爱情一言难尽 充满了对现代人感情关系的种种解析 你可以感觉到导演非常真诚的 想要跟观众讨论这些事情 虽然色调相当的人 而且整部电影有一种 英语的悲观在 但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 还是可以感觉到一股关心在我们的身上 总体来说 这是一个细腻又深刻真实的 都会爱情故事 我们的爱情一言难尽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内容 请帮我按赞 并且把它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 你有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也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的话 别忘了在订阅之后 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 或是想法 想要跟我分享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ROBI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喜欢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